杨澄妮在2019年结婚后 就逐渐将生活中心转往大陆 但没想到日前她去宣布 即将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 28日晚间她也特别开直播 回答粉丝们关于演唱会的疑问 结果才一开播 就吸引超过4000名粉丝观看 人气可说是超级高 而在直播中被粉丝问到 是否会到高雄举办演唱会 杨澄英这笑说再等等 同时不少网友都敲碗 希望经典歌曲庆祝会出现在这次歌单 但她却透露这首歌不在歌单里 不过重粉的她 也特别在直播中小唱一段 让粉丝们大饱耳福 而过去被封为可爱教主的她 也在直播中被网友酸 现在不再是可爱教主 她则笑说从来都没有觉得 自己有可爱到 可以当教主的地步 高EQ回应也被粉丝大 赞而可爱的陈琳太谦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